大家好,现在我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聊聊英语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伙 我们来首先介绍一下他的名字 他叫Guy the Gorilla 所以我们来看他的名字 我们说中文名我们可以给他起名叫Guy一 那么他为什么要叫Guy呢 很有意思一个点 也就是他是1947年11月5号 也就是当天我们是英国的一个庆祝活动 什么庆祝活动呢 就是Guy Fawkes Night 所谓Guy一福克斯之夜 因为他是在这个Guy Fawkes之夜 来到这个从巴黎来到伦敦动物园的 那么所以他的这个名字 就直接取名这个所谓的Guy了 我们说这个Guy呢 它是一个很大体型很大的一种星星 那么它属于什么星星呢 它是属于是西非的一种滴滴大星星 那按照它这个所谓滴滴大星星的这个学们来说 它叫Gurilla Gorilla Gorilla 所以它有三个Gurilla出现 那我们说它是我们这个灵长类当中 体型最大的一种 那现在我们在Museum Shop 然后来看一看Guy的一个亲戚 那我们来据我们观察 这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山地大星星 也就是算是Guy的一个亲戚 那么大家对它比较了解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说这个金刚这个电影 应该是能突出这个所谓山地大星星最火的一种点 那么大家这个看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在我手上呢 我们看到它的这么一个形态 它的我们说它的所谓的上肢 也就是它的这个胳膊呢 是更为强壮的 那相比来说 它的腿部力量实际上很少的 所以我们对比肌肉来说 那么这个就像是一个健身 只练上身 但是不练腿的这样的一个一位大哥 那么这位大哥呢 有一个点 就是他在这个金刚这个电影里面 居然站起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电影当中非常大的一个bug 因为按照他这样的一个腿部肌肉来说 他是很难站起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你们猜一猜 在一能站起来吗